嗨大家好 最近有朋友私信跟我说 还想看我做复工便当 那索性就做一个中日结合体的猪排饭 猪底鸡肉切成大概1.2厘米的厚片 用刀背或者肉锤拍松猪肉的纤维 这样吃起来就会比较嫩了 加点盐和料酒黑胡椒粉 腌制个15分钟 15分钟后再煮行一套素质三连 拍上淀粉 沾上鸡蛋液裹上面包糠 炉锅里6成的放入猪排后 炸上两三分钟 煎完后再捞出来的油 随后再切成粗条放一旁备用 锅里不用再倒油了 加一大勺的酱油 两勺味淋 或者用料酒加白糖代替也行 一大勺的黑胡椒酱 两勺的清水 加点洋葱丝和胡萝卜丝 煮开 放入猪排后随意的炸入一颗鸡蛋 沿在猪排上 大概扔它个30秒左右 就可以装盘了 配菜上我想分享一种 我最近每餐都会猜一包的 叫泡椒笋煎的腌菜 酸酸的 辣辣的 脆脆的 巨开胃的那种 味道上真的很赞 但是不太能吃辣的朋友 就不要尝试了 因为辣度确实不太友好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做的猪排饭便当 希望你能学得会